南宫檐刚进屋里就看到 季青雪撅着个身子 在床下摸索着 季青雪 你这是在做什么 没看出来我在找东西吗 看出来了 那你在找什么呀 季青雪费了好大的劲 才从床底下将东西给抓了出来 这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了吧 这是绿眼虫 昨日我在你这摘心阁意外发现的 离本王远点 你可知 这虫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见南宫檐摇头 季青雪翻了个白眼 果然被他猜中了 他是真的不知道这虫子的作用 这绿眼虫本身是无毒的 但他特别喜欢栖息在梅花树枝上 他分泌的枝叶若混合了梅花的香气 就会形成无形的毒药 长此以往 闻到花香的人会精神异常 疯癫不止 南宫檐心中诧异 这女人仿佛要比自己所想的还要厉害 说吧 这花是谁送到这里的 很明显 有人想神不知鬼不觉的把南宫檐给除掉 而且这个人就在他身边 这人若是精心安排了一出好戏 不让别人演下去就没意思了 方才南宫檐假装不知 只是为了试探他 若是连这个都不知道 那又谈何替他解读 此话一出 季青雪就明白了南宫檐的意思 合着他早就知道了此事 只不过瞒着不说而已 害他瞎忙活了半天 我看得不错了 呢 我看得不错了